上众指数微跌0.08% 深圳城指微涨0.74% 创业板指是涨了0.44% 整个来看的话 今天算是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整个成交量是9,655亿 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42亿 上涨加数2,973家 下跌的加数2,073家 北上资金今天是净卖出金额达到29.29亿 怎么看今天的市场走势情况 我们请用陈一辉老师给我们来覆个盘 我们看今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护弱 深强的走势 上一周其实我明显看到 创业板指续创了三年的新低 但是今天整体创业板指是汽车板块 带人下形成一个震荡反弹 我们在前期也重点强调 上一周有变化 变化是什么 由之前的弱势的一种预期 整体形成一个政策的一个强预期 为什么汽车板块 我们看到在今天形成一个大部分的上涨 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 新能源车的消费的刺激 对吧 以及我们看到在今天酿酒板块 有一定的表现 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金融板块 里面的银行保险证券板块 表现比较弱势 以及房地产表现比较弱势 我们先分析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K线结构图 我们在上周重点强调周二 对吧 还记得吗 周二的时候我们强调 类似于这一天形成的是什么 也就是单根K线的高和低的话 那么我们要观察一下后两天 同样后两天我们看一下 在K线尸体附近形成震荡 那么目前形成的是什么 再次形成缩量 若是震荡的情况下 在3230点附近一个震荡 还是在这个区间一里 那么好 我们要注意观察一下 在前期这个位置 每一次形成单真探底的时候 都是中字头 对吧 好了 我们强调的是在上周四和上周五的时候 是银行房地产板块带领市场上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房地产和银行板块走出的是什么 一个弱势的震荡下行 这是银行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 房地产今天表现也是比较弱势的 同时来讲的话 今天还形成的是什么 TMT板块形成分化 今天的AI也就是算力形成反弹 其他的 比如说游戏端也好 或者说僵硬的硬端 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上一周 上一周是什么 TMT金融包括房地产 是属于带动市场上行的 一旦上周五的时候 是汽车板块和新能源板块 整体形成一个交错 汽车上行 新能源是形成一个下行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新能源里面的光伏 相对的直列级反弹 汽车形成一个反弹 刚才我们强调 汽车板块的一个反弹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 还是在于政策的一个消化 那么我们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 也讲到了汽车有一定和近期 也就是去年的四月份不同点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汽车类 这个整体的K线结构图 今天汽车整个的板块上涨多少呢 达到了3.23% 很多投着预期会不会走出类似于去年的四月份这波行情 我认为暂时不会 首先从整体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情是一个单边上行之期 前二来讲的话 我们在上周五总结的是什么 主要上周五是在于什么 一些高标股票 或者说之前的一些涨幅比较大的 比如说浙江市保 我们看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涨停 在之前就属于什么 腰股 对吧 我们看到这是迪生利 我们再看一下浙江市保 之前是一个腰股的形态 包括像中东客车 亚新客车 连续一个上行 我们看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强势 好 我们附一下今天的汽车板块 涨榜据前的是什么 次星 对吧 今天涨了29.96 因为是前五天 它不设涨停 今天是第三天 我们再看下一支 是20厘米 好了我们看到什么 超跌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伯俊 同样我们再看一下 泰祥基本上次星和超跌 好了在对比之前是什么 比亚迪是汽车的龙头 对吧 那么在这个位置 去年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去年四月份 比亚迪是带领汽车板块产业链 形成一个上涨型的 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 今天的汽车板块的上涨 我认为有点类似于在前期 比如说在上两周涨幅比亚 巨前的什么电力板块 和上周涨的房地产板块 有点类似 都是集中于什么 小盘股票 这是其一 其二都是聚焦于整体的政策预期 有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上涨的潜力 我认为暂时没有 因为刚才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权重没涨 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房地产涨的时候 比如说只是什么 精心发展 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像一些保利地产 我们看一下 没有形成大涨 对吧 保利发展 包括像万科 我们看到这都是权重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 都没有形成上涨 所以说今天的房地产是跌幅剧前 银行相对的表现比较弱势 那么好 刚才我们强调 TMP板块形成分化 上一周同样是算力 包括像传媒 包括像计算机 形成一个上升 所以说我认为在下一季段还是集中在什么 以上证指数为首的形成一个反弹 虽然说今天生成值和创业板值表现比较不错 生成值今天上涨的核心是在于什么 就两支个股带动的 一个是五粮业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五粮业今天上涨3.54% 包括卢州老教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工业复联 我们看一下 这是影响上指的 我们看到今天大涨8.71%是英伟达产业链的 今天是上行的 所以说目前在市场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还是一个分化的行情 但是分化之后 还是会聚焦于TMP板块 整体而言上证指数 我认为是重心上意的 就是这样 嗯好